上班真是累啊 要是我能一夜暴富就好了 还没到账 一百万名 干嘛 我怎么开光啊 不过平白给我这么多钱 收了 岂不是很没志气 不行 我得还回去 最近跟我来往平凡的人 只有那么几个 能拿得出这么多钱的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 吹吹 干嘛 你什么意思啊 私家兄弟了 见碗什么 你犯傻吗 谁给你兄弟 要是看我辛苦 给我提个总经理啥的就成 不用这么大手笔 明天不用来了 不是老板 那会是谁呢 难道是 你这么突然约我来这干嘛 赶紧把你的东西拿回去 分 分我两百零花钱就够了 也不是 那到底是谁呢 经常跟我接触的人 我每天早上来这买早餐 没准 还真是 大爷 别装了 我早看出来了 我也就三天往你饼里放一次臭鸡蛋呢 别找我麻烦呢 别让我都天天放 我不是说这个 那没事了 您真的不知道 我买饼 别烦我 真的不知道 到底是谁啊 我买到家了 我转回去不就成了 都是我不好 把你的手术前转错了 没事的 你已经打电话让银行处理了呀 我只耽误了你手术的时间 都是我的错 台内道账 一百万元 看吧 世上还是好人多 这下舒服多了 对吧 我还是在这里 你都没关系 我帮你 你还是在这个地方